這次是《原諒他77次》的一個延續 第二集 叫做《感動他77次》 都是會繼續探討男女的感情瓜葛的問題 還有都會有一些關於婚姻的一些看法 講大一點的話題 我在裡面就成長了一點 上一集我是一個很不掌準 很不成熟的一個角色 今集李敏導演 Herman都有跟我說 我會挽回多一點點我自己的分數 我看完劇本我也覺得 而且結局都真的很好 所以都很拭目期待 我仍然是一個律師 因為本身是打離婚的律師 所以其實大一個年紀又好像要步入這個婚姻的生活 但是因為打開離婚 對於這件事又很迷惘 其實第一集自己都參與很多的 不是參與劇本 但是參與很多幕後的工作 但是因為成績很好 所以老闆說一定要開第二集 自己的時間真的不夠 所以第二集是完全沒有參與 但是李敏很好 李敏真是很用心去寫這個劇本 他來來回回改了很多很多的版本 現在這個版本我認為是最完整和最完美的 是最完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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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最完美的